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挺合适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父母就是不喜欢我 问题根本不在我的爸妈身上 而是他太患都患失了 说好一起留在重庆的 现在他又后悔了 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处理好 可他总是要拆货进来 我觉得他就是捣乱 他要是真的自己回山东了 我们俩真的可能就没戏了 我能不着急吗 他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唐23岁来自重庆私营业主 女嘉宾小刘23岁来自山东播音老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其实看得挺糊涂的 什么个情况 他的父母就是不太同意我们 他觉得我们俩是异地 他是青岛的 我是重庆的 他觉得我们以后没有未来 那现在你在哪工作呀 我现在是在重庆 准备从重庆回青岛了 对 我是独生女 我应该之后在他们身边生活的 所以他们觉得 还是我应该回山东去发展 你做什么的兄弟 我做游戏工作室 去青岛呗 他父母还是不太同意吧 父母不同意 你们俩慢慢处 迟早有一天会同意的 我可能不太相信他吧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说 是他现在说的话 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 还是在重庆的 那他工作到青岛稳定 也是要有一段时间的 这一年之内 不知道会发生多少事情 最后的结果谁也说不准 我的天哪 不是还没发生吗 你们就想要发生事了 你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啊 他真的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再黏我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在外面和朋友一起吃饭也好 我在外面工作也好 他就会不停地发短信给我 问我跟谁在一起啊 男生还是女生 喝酒都没有 那不是我关心你吗 我想要在意你呗 我才想要知道你在哪里 但是我也是需要私人空间的好吗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就是有一次我们大二的时候 我在操场跑步 他当时看到我了 而之后我们要去取快递的时候 他又看到我了 问我要微信 然后当时我就同意了 我们聊了差不多一个周左右就在一起了 一周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呢 不是挺好吗 现在毕业了吗 现在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 你不也选择留在了重庆了吗 对 过段时间要回山东了 对 怎么就牵扯 你们俩这么谈得好好 怎么又牵扯到你父母了呢 因为他是把我就是介绍给他的父母 然后他的父母就是知道我 就是我是他女朋友 然后他其实也希望我能够把他告诉我的父母 就过年回家的时候嘛 就和我的家里人说了他的存在 我爸妈说他肯定不会跟你回到山东 就出现了今天的局面 就是两方犹豫吧 就是像听父母的话 我有想跟他分手 不是你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 你父母让你跟他分手吗 爸妈听到他是重庆的 他就不会去同意 就是我跟一个异地的男生去谈恋爱 我就觉得那父母问题只是他们的问题 我们就谈我们自己的是吧 应该还有别的事吧 有 所以不要动不动谈恋爱 一碰到问题就 我爸妈不同意 我闺蜜说你不好 肯定还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说吧 说实话吧 什么事 就他朋友帮助他找工作嘛 是吧 然后我说我要帮他生活上一些帮助 他就不愿意 我特别细 他当时那个朋友还是个男的 就专门从青岛飞到重庆来 就给他找工作 这是个什么朋友 这么好 没有 他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 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专业 平时我们就一起上课 一起下课 然后平时就是经常一起出去玩 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他会想得这么多 而且我跟他解释过 他只是我的普通朋友 但是你们后来还准备合作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我是你男朋友啊 当时我那段时间 我的那个房子也快到期了嘛 然后他介绍了我一个 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机会很好啊 那我就想那我再重新租一个嘛 就和就是朋友一起 两个人的话经济压力会小很多 但是这个人恰恰是你男朋友 最介意的那个男同学 对吧 对 但是最后我也没有和他一起合作啊 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 这小心眼你看看 那时候他们就玩得特别好嘛 经常出去玩 都快毕业了 他还从专门从青岛飞到重庆来 还跟他一起找工作 这不是你应该自己反省的吗 为什么女朋友不愿意跟你玩 愿意跟同学玩啊 可能因为我工作室 可能有时候比较忙嘛 就很多时间没有帮到他 行 听明白 反正已经听得出点端倪了 这小伙子怎么样 人怎么样 你给我描述一下 很幼稚 他幼稚啊 他怎么幼稚呢 就是一到我们吵架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各种朋友圈 就说自己的心情 就和今天重庆的下雨天气一样 这怎么了呢 我真的就无法理解他这种行为 那我不是想让你关心关心我嘛 那你平时也不给我发个信息 发个短信啥的 那我就从其他方面想让你关注 因为你经常刷朋友圈 那你在乎我 就是平时看我的手机是吗 偶尔看一下 他平时就会翻看我的手机嘛 然后他知道我的前任是谁 然后他还经常就是旁桥侧厅的去问我 你的前任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照片 什么时候分手 为什么分手 然后我觉得他这不是没事找女友 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生气 然后不跟他说吧 他觉得我又 你藏他一些什么东西 你老问这个呀 他做女朋友 我就想知道他的过去呀 你初恋啊 不是 说你前女友 我 怎么分手的 长得怎么样啊 喜欢吃些什么呀 你们就让他在哪逛啊 说 他也没问我呀 问 这找事吗 所以你说你小孩 你看 用朋友圈来表达他不开心的心情 问我前男友的情况 还有什么体现出他的幼稚呢 姑娘 我觉得他特别黏我 黏的概念是 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告诉他我在干什么 跟谁在一起 男生还是女生 我自己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你这么喜欢他 你没跟他回山东去看看他父母啊 他爸妈一直态度比较坚决吧 你咋知道他爸妈态度坚决呢 上一次那不就他们俩就吵崩了呗 谁跟谁吵崩了 他跟他爸 就是我们的纪念日嘛 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 因为我爸当时是不同意的 我爸看到然后就很生气 就是你不是说回到重新之后 你要好好工作 就不谈感情嘛 所以说你春节回家的时候 已经答应你父母跟他分手了 是这意思吗 表面上跟父母说我会 但是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希望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 让父母就觉得 他是我可以一个值得依靠 可以走到最后的 那你到底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 让你父母对这个男生这么反感呢 我没有跟父母说一些什么 他的一些不好 我父母可能就比较反感 就是这种异地吧 你有没有打算真的跟人回山东 我真的打算跟他回山东 都做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和工作 我都已经把那个工作室都已经卖了 电脑的都全部已经打包给人家了 你说他在重新 连一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就我怎么把他介绍给我父母 我父母都不会放心 就把我交给他 我觉得只要我有能力是吧 那到哪里都能发展是吧 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认错认错认什么错呀 你错在哪了 我们都看出来了 他就是遇到事情就会退缩 就会很怂你知道吗 姑娘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他就是欺负我 我喜欢他呗 你知道啊 我知道啊 喜欢你吗 喜欢 你喜欢他吗 刚开始可能就一点点 之后他为我做很多事情 我也很感动 就可能慢慢就成了一种习惯了吧 是喜欢还是习惯啊 喜欢 人家要给你去山东带人家去吗 想带啊 那你怎么面对你父母呢 所以我就是想让他就是 有什么压在心里的话你说出来吗 我想让他有足够的实力 站在我父母面前 这实力是指什么呀 就是 各方面让我 爸妈都放心 比如说在 新岛有稳定的工作 一心一意地对我好 他现在对你三心二意吗 没有 就可能有的时候会 性格不一样吧 所以其实 听了一圈 你有句话说的特对 就是他就仗着我喜欢他 他欺负我呗 对 你们听听老师们 帮你们做做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现在 在用现在的这些的快乐 和相处的时光 去透支未来的痛苦 我不知道你们 觉得这件事滑不滑地来 因为现在对很多的 年轻的情侣来说 他们都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会考虑未来很远的问题 未来我们分手要怎么办呢 万一你爸妈不同意 我爸妈不同意 该怎么办呢 每天两个人就因为 这些未来还没有发生 甚至都不知道 会不会发生的问题 引发到现在的争吵 消耗了现在 本应该快乐地 在一起的时光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分手了 在你们的回忆当中 只剩什么呢 只剩当时 我们争吵的是 未来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 所以我一直提倡 谈恋爱 我们就活在当下 你之所以那么没有自信 无非就是因为 你喜欢他多一些 他喜欢你少一些 他经常仗着 你喜欢他这件事 而肆无忌惮 感情不是说 一定是平衡的 但如果你认了 我认了 我就是喜欢你多 我就这样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 那就可以 但如果你不认 你心里是不平衡的 这段感情 是一定走不下去的 同样想对女生说的就是 为什么你需要空间 两点嘛 一点就是 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第二点就是 确实没这么喜欢他 他天天黏着 我就是烦 也没关系告诉他 但不能藏着掖着 然后自己心里在做盘算 而不让对方知晓 其实你的爸爸妈妈 只是你的幌子和借口而已 所以现在何去何从 我觉得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们两个人 现在在一起的一天 就开心一天 之后未来的事情 至于各自的路怎么发展 那交给未来吧 好不好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来 曲总 与其说 他现在不具备 站在你父母面前的实力 不如说 你没有在父母面前 去坚定地说 我要和他在一起 你所有在父母面前 表现出来的 犹豫不坚定 都加深了父母说 不要和他在一起 因为他看到了 你们之间的问题 每一个父母 都是为自己孩子着想 很自私地为你好 他们是捕捉到你 内心的犹豫和不坚定 你不够 那么喜欢的 更谈不上什么爱 一天不见面 打一个电话都觉得烦 在自己有心事的时候 居然第一个 想清楚的对象 不是他 你要让我静一静 显然 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非常的低 甚至于在某些层面 不如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 能在工作方面帮到你 能一息让你看到 未来可能依靠的 那对象的影子 不一定是他 但那个形象应该是 所以说他肯定不是 最理想的那个男朋友 所以说既然没有想好 那果断 给对方一个清楚的了结 暂时的了结 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开 你愿意在哪发展 就在哪发展 那是你的事情 男生 如果你愿意追他而去 但并不定一样 强求这段关系的继续 既然你为爱做出了说 我现在把现有的工作室 都转了 我要去青岛发展 他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女孩 他怕辜负你 索性 这边工作室已经转出去 对不对 你就去青岛去发展 做出一番样子 让他看看 但并不一定说 我是为了你而去青岛的 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不给他看 给自己看 你即使付出了一百分 有可能没有回报 那没关系 你做到自己成熟 你可以去青岛 但是千万不要给这个 去青岛加一个定义 说我是为了你 你可以不把他 带到自己的父母面前 你可以在青岛 又多了一个朋友 那就是他 需要时间让你考虑清楚 不要着急 好不好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决定 都由自己内心出发 不要做勉强 也不要打任何人的幌子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我真的挺喜欢 今天这两个年轻人的 那女生呢 就是从感性上来讲 觉得这个男孩 对我特别好 是有一点喜欢他 那男生呢 是炙热的 是真诚的 我挺喜欢你们俩 但是有时候 我们人生 面对情感 面对生活的时候 就是感性和理性 这个天平上 在寻找平衡 女生 你这个时候 你的理性站出来 告诉自己 我所眷恋的 这份小温暖的感情 不足以去承载 我对生活的需求 所以你会处处觉得 它不对 这是你的理智 在不断地提醒自己 我不接受 这样一个状态的男朋友 但我想提醒你的 是姑娘 一个二十出头 刚刚大学毕业的男生 有多成熟啊 真正在这个年龄 就很成熟的男孩子 他又有多深的诚服 适合你吗 所以你自己要去全头 但有一点 我想给你的建议是 当你判断的感情 你不想继续的时候 你反复地拖延 甚至还流泪 刚才似乎有一丝眷恋 其实对他 对你 都是一种消耗 如果真的想要的 爱情和生活 不是这样的 没有错 就大胆地告诉他 我们不适合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女人在说男人幼稚的 不适合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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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